欢迎来到KK音乐 两人携手回国的甜蜜场景当时也被外界热议 只能说两人的结合真的是偶像剧照进现实的写照 两人每次同框现身都让不少网友禁不住少女心大发 5月24日又由网友分享出孙一珍与玄冰亲密同框的约会照 镜头中的孙一珍身穿卡其色风衣 整个人看上去温婉秀丽 头戴棒球帽更是显得俏皮减零 一旁的玄冰身穿同色系外套 整个人高大挺拔显得格外抢眼 两人肩并肩牵手依偎走在街头 画面洋溢着动人的粉红气息 虽然没有拍到两人的正脸 但孙一珍再羡望敷衍的画面让不得不感叹 两人真的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爱侣 可以看出婚后的两人一直处于甜蜜热恋期 两个人经常是如影随形的外出约会 尽情享受浪漫以你的二人时光 此前也多次抓拍到孙一珍深情望着玄冰的画面 眼神中流露出对玄冰浓浓爱意 看得出是比较依赖玄冰的 在前几日 孙一珍更新社交动态 晒出了自己与有人围炉聚会的愉快场景 细心的粉丝很快在照片中找到了玄冰的身影 当时的玄冰衣着休闲 看上去很接地气 而镜头中的孙一珍依旧是深情注视着丈夫 眼神里的浓浓爱意遮掩不住 而夫妻俩一同聚会的都是两人在演艺圈的好友与搭档 其中就有宋云儿与薛景球等知名艺人 可以看出两人已经互相融入彼此的生活圈与社交圈中 照片中孙一珍还用毯子盖住腿部以此预寒 这个小细节也让不少网友展开猜疑 此前就有网友猜疑 孙一珍婚后穿衣风格一改常态 似乎故意遮掩身材 另外有网友还在餐厅偶遇玄冰与孙一珍参加聚会 期间孙一珍去卫生间之际 玄冰也紧跟其后一起随行 能看出格外照顾孙一珍 为此也被外界猜疑 毕竟这段时间的孙一珍一直在家休养 看样子给自己预留出一个十足充裕的假期 另外在近期播出的NITMI News Show节目中 公开了玄冰孙一珍的婚房 据节目介绍 玄冰和孙一珍夫妇居住在W最高级的顶层公寓 这个公寓是他俩婚前于2021年在京七道九里市 RKO村以48亿韩元约和人民币2544万元购买的 这里是地下一层到地上四层只有七户 两人单独使用别墅区四楼 面积242.45平方米 据介绍 这套公寓的一楼可以免费享受饮料和葡萄酒 两年还可以免费装修一次 还设有单独的屋顶庭院 节目中也公开了两人婚房的内景图 婚房的装修风格是以高奢简约为主 比一般的住宅要高出不少 达到了3.5米 因此客厅的光线非常充足 全屋还搭配智能家具 处处彰显着低调的奢华 从照片看 屋内主要是以黑白色调为主 局部点缀浅灰以及一些暖色等家具 客厅的沙发、地毯、茶几等软装 全都是设计师的高定款式 据悉一个姜黄色的椅子售价就约合10万元 阳台采用的是超6米长的玻璃推拉门 保证了充足的自然光和绝佳的视野 推拉门上安装了智能窗帘 电视背景墙以储藏柜的形式设计 将电视镶嵌在内部 非常有格调 厨房是开放式的 超大的厨房可以直接看到外面的美景 可以想象孙艺珍一边做饭一边欣赏外面的风景 也是别有一番享受 最后祝愿两人能早日开花结果 将幸福再度升级 也期待玄冰的新电影 共助二早日定档上映